之前也解釋过,年龄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秘密 那就变成了现在的中学代数课程 处理年龄的问题成为一个必经的阶段 那我们看看这一条例子 他讲着爸爸比儿子大28岁,是现在当然 那说五年之后,爸爸的年龄就是儿子的五倍 那问,现在爸爸有多大? 那这条问题显而易见,因为他问现在爸爸有多大 那我们直接了当就已经可以知道未知数应该如何切 那最直接了当的当然是,爸爸现在是x岁 那你算到x出来是什么,那x就是答案了 那不需要再进行多余的处理了 爸爸,现在是x岁 对了 那我...那我...那爸爸比儿子大28岁 那儿子就是x-28 那我们搞定了现在这一部分了 那就刚刚好用了这个资讯了 这条问题里面,第一个资讯 那然后呢,第二个资讯呢 是五年后 五年后 就简单啦 五年后 那你看到我这里是说现在加5 那直接把这一堆加5就可以了 五年之后 爸爸就是x加5岁 那儿子是x-28 然后再加5岁 就是这样啦 那搞定了,我们第二个资讯都用了 那然后到第三个资讯了 第三个资讯就是 五年之后呢 爸爸的年龄 是儿子的五倍 那我们要处理就是儿子 五年之后 是多少岁啊 儿子五年之后呢 就是这个 x-28加5 就是x-23 那儿子五年之后 就变了x-23 那爸爸 五年之后的年龄呢 是到时儿子的五倍 那在这里直接拿出来呢 就是 爸爸 是儿子的岁数的五倍 就是5乘以 这一个东西就是 五括弧 x-23 那然后呢 我们得出的那条式呢 我们列个table 做这么多东西呢 都是想正确地 去列出这条方程式 那我们得出的那条式呢 就是 现在 2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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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等于5年之后 你看到这里也写了等于 那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拿个儿子 来做例子呢 那你就看到 这个 x-28加5 就等于x-23 那这条呢 变了一条 恒等式的 你尤其就会计到 x等于x 那就没有办法 帮我们找到x是什么的 那呢 我们就要用 扭豆的这一条了 也就是 现在用红色 画住的这一条 左手边 等于右手边 那我们有 x加5 等于 5 乘以x-23 那呢 搞清楚 这个table 这个table 我们这么辛苦 写这个table 就是帮我们列出条式啦 好了 那呢 我们出了条式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计啦 那 那 没什么难度啦 x 加5 右手边 拆开它 就等于5x 减23乘5 就是115 那 然后 这个 拼左手边 这个x拼过右手边 就变成了 5 加115 等于 5x 将x拼过来 減x 那 这里有 4x 5加115 就是120 所以呢 x等于30 那 那我们计算完之后呢 就得出的答案是 爸爸 现在是30岁的 那大家可以验算一下 那 他爸爸 他爸爸 现在是30岁的 那儿子呢 现在是2岁的 那 5年之后呢 他爸爸就变成35岁的 那儿子就是7岁 那 他爸爸的年龄是他儿子的5倍 那 验证完毕 那题目呢 就是这个